前首相马哈迪日前宣布加入土全党 并选为该党的顾问 对此伊朗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哈辛亚新就认为 马哈迪的选择并不正确 他说也是祖国斗士党主席的马哈迪 应该选择其他更加稳定及强大 且能够为马来人、伊西兰、马来统治者及宪法斗争的政党 而不是加入已经腐朽的政党 同时哈辛亚新也认为 马哈迪在大选的冲击已经证明 他根本没有壮大土全党的能力 无论如何哈辛亚新说 国盟的大门随时欢迎其他政党的前领袖加入 只是马哈迪至今都不曾表态会加入国盟